公元前五世纪末 中国大地上 一幅春秋与战国时代更迭的大幕 正在徐徐展开 虽然同样是纷争与混战 但春秋时各路诸侯仍名义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 战争也笼罩着一层尊礼面纱 而到了战国 则迅速演变成更加残酷的全面战争 列国格局也逐渐从争霸让位于吞并 在这文明转列的关键时刻 最先登上历史舞台前端的 是先进诸侯国 魏国 作为开国之君 魏文侯如何缔造了魏国的霸业 而又是谁一手打造了支撑这一霸业的强大武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前409年的秋天 数日来的大雨 让魏国国都安逸 显得凤败寒冷 刚刚从鲁国辗转至此的武器 正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保读儒家 兵家经典的他 曾经在鲁齐战争期间 不惜杀死身为齐国人的棋子 只为在鲁国登坛摆将 虽然立功将长 但他也因不择手段的刻度品性 而为朝臣所排挤 无法再立足鲁国庙堂 这一年 武器刚过儿立之年 他将自己的人生理想 寄托在了求贤若渴的魏文侯身上 魏文侯 魏国开国之君 作有李贤下士的美誉 此时的他 也正在寻找能统领魏国迁军 帮他实现八业的军事将领 魏国虽掌控中原卧野 但周边诸侯 无不对他忽视眈眈 尤其是西面的秦国 其东晋称霸中原的野心 昭然若揭 而秦魏之间的河西地区 首当其冲 在魏文侯这时代 魏国开始兴盛 魏文侯特别注重团结韩和赵 两个国家 然后形成三国合力 东向和齐国争霸 西向开拓 河西之地 河西这个地方 一耕一木 在农工社会 这是GDP的主要来源 虽是兵家必争之地 他又是秦国卫国交界的地方 都想争 数日后 魏文侯召见了吴奇 吴奇了解到魏文侯崇尚如雪 为了赢取魏文侯的好感 他特意穿上了如服 但不成想 魏文侯并不吃他这一套 吴奇这个人 他性格特征非常矛盾 他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出身 这个时候就投奔曾子 败于曾子门下 按今天说 给自己镀了一层金 但是 吴奇的母亲死了 按儒家 应当守孝 可是吴奇不守孝 让他的老师曾子听说 曾子就很生气 就把吴奇给开除了 应当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因此像吴奇这样涉猎 虽然私德上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他还仍然能够采用它 公元前408年 吴奇接连攻险秦国河西地区的河阳 陵境 次年联克 洛阳 原理 秦国被迫不断推手 支退至落水 这是魏军第一次大规模的主动进攻 在吴奇的带领下 魏军仅用两年就占领了全部河西地区 魏文侯大喜 专门设立西河郡 任武器为俊首 魏国占领了河西之地 那么实际上事关着秦国的生死 他可以很轻易地跨过落水直逼秦国的腹地 但是秦国如果想向东发展 那他就必须是先把这个河西之地拿过来 但是对于魏国来说呢 河西之地就是一个战略缓冲地带 那么什么时候他如果在东方的这个霸业 如果比较顺手 他反过手来就可以威胁到秦国 这就是战国初期 那么河西这块地方 对于两国的一个重要性的 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而秦国军力却不容小区 自公元前770年 朱平王宫迁至洛邑 受风于笼东一带的秦国 就一直在戎敌部落的包围中寻求生存 在与戎敌的不断刺杀中 练就了坚韧的铁魄和钢铁般的意志 一向以试杀和残暴威震诸国 战场上 他们将敌人的头颅悬挂在腰间 作为情赏军功的凭据 同僚间甚至会为一个手机刀柄相剑 和西地区的尸首激起了秦国上下的愤怒 如此旗驰大辱 令秦国第22位军主秦桧公 逆不可遏 残酷的核心拉锯战 开始了 大北年权杀 小马年权杀 向前逃不及 不死锁不完 炫开了丧子 所以老乡要一生亥 山西省化阴市 战国时曾是魏国西河郡属地 也是秦魏两国的必争之地 距离还保留着魏国一处屯兵遗址 因尽故城 历经2400多年的风雨蚕食 历史的印痕已淹没在了时光中 公元前408年 西河郡属守吴齐就是在这里屯兵 手术河西 西河郡自建立起 就遭到秦国不断侵扰 但在吴齐的指挥下 仍牢牢掌握在魏国手中 而更为重要的是 这位精通兵法的军手 在平仁的战争期间 还从容地对自己的部队 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 中国古代军事时尚 第一支重装步兵 魏武族就在这里诞生了 吴齐的改革应当在战国的军制之中 是较早出现的 这个在吴子书里头 有非常具体的记载 吴齐就说了 亡命途面对一堆人的话 这些人非常害怕 因为什么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他不要命啊 如果我对这个士族 进行野蛮的训练 让他都发挥这个亡命途的特色 那在战场上 应当说一一当十 乃至战斗力就更强 所以他训练了一支武武族 《寻刺》一兵中记载 在防御上 武族要戴上坚硬的头盔 穿上保护全身的铠甲 以肩防抵御强击 在进攻上 武族腰挂铁剑 手拿长脊 在远攻上 他们配备了拉力为720公斤的弩弓 增强了冲锋前的杀伤力 武族们要全服武装 携带三天的作战粮草 保证半天能及行百里 所以想要突破重重考验 成为一名合格的卫武族 绝非易事 最好的青年啊 飘雪进来以后 我免出里的姚毅 免出里的田赋 给他一个小粮宅 小土地 在农兽地就是财富啊 所以在作战中 把士兵进行一压调动起来 在高福利的激励下 青壮年们纷纷映召入 武旗不仅要把他们打造成为自己的精兵强将 更要将他们 并为一支无往无胜的虎狼之士 孙子兵他有句话 士族如婴儿固可余兹赴身兮 士族如爱子固可余兹俱死 你拿你的士兵当墙包里的孩子 他就为你赴汤刀火 如果你拿你的士兵当自己亲生儿子 他就为你去死 有一次他为一个士兵吸吮 他背后的佣装 这个士兵的母亲呢 就听到这个事情以后 就大哭不止 旁人就很奇怪 这是多荣耀的事情啊 你为什么还要哭呢 这个母亲就说 他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 这个武旗给他吸吮这个伤口 所以就为武旗冒死而战 战末于阵中 那么现在儿子也是这样 那么将来我儿子 会不会也是冒死而战 可以看到就是武旗他实际上 他在带兵方面 他有着非常独到的一些东西在 在武旗的训练下 魏武族士气高涨 斗志昂扬 这个雪藏河西的精锐之事 在风云变幻的战国时期 即将成为一只耀眼的武装力量 公元前三百九十六年 魏文侯去世 他的儿子魏姬即位 也就是魏武侯 七年后 以蓄力多年的秦桧公 终于决定破釜沉舟 他调进五十万便利 试图一举囊下河西 一血前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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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手中只有五万寸公卫力的魏武族 兵力如此悬殊 这场仗 他能打赢吗 在得知秦国大军押禁后 数亿万计的魏武俗 穿上甲皱 背好武器 整装歹命 望着眼前这些 士气高昂的魏武族 武器心潮澎湃 这支他牵手建立的部队 寄托着武器的全部心血 面对十倍于己的强大秦军 武器相信 他能再闯奇迹 他和魏武族 也将在这一战中 杨明天下 由秦国之战 峇桂贾公 见魏军出城迎战 自是人督是重 下令向前猛弓 和西之战 抬时了 大家想五万的卫武族 每人五十支箭 就是五十支箭 几百万发箭射出去 要射多少人呢 令秦桂枫想不到的是 战争的态势 并未向他想象中发展 一向疯狂好战的秦军 竟然节节摆会 而对面的卫武族重将士 则入不可当 他的五十万秦军 竟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 虽然秦军在兵力上 占据绝对优势 但面对阵型严整 装备精良 视似如归的卫武族 秦军纷纷溃退 战场的主导权 逐渐掌握到卫军手中 我们都知道 武器有一套独特的激励将士的方法 魏军的作战思想 魏军的战事啊 都是士气高昂 秦军就是为了贵族去打仗 所以从动机上面来讲 魏武族也是完全领先于 商养改革之前的秦军的 和谐之战 武器率领的魏武族 以五万对战秦军五十万 取得了一少胜多的 辉煌斩计 而秦军宫战败后 秦军颜面尽失 日日抑郁 两年后便去世 秦国自此一蹶不振 近二十年间不敢东进 此后 武器带领魏武族 开始了征战之路 他们与多个诸侯国军队 反复交战打七十二场 其中全胜六十四场 其余皆不分胜负 一时间 列国谈位 五不战力 然而 就在魏武族们 在战场上所相披靡 战无不胜时 危险却逐渐临近 多疑的魏武侯 开始担心武器作大 而朝中重臣 也对武器不断非议 魏国的这只精锐之师 逐渐陷入悲剧的漩涡之中 河西之战之后 武器当然算作魏国的功臣 但是我们说有一句话 叫功高盖主 还有一句话叫高处不生寒 所以他在魏国 也受到别人的排挤 当时魏武侯 已经觉得 武器跟自己离心离德了 公元前383年 一再被魏武侯猜忌的武器 不得已离开魏国 离开了他一手打造的魏武族 武器被后世誉为兵家亚胜 和魏皇后的相遇 曾让他认为是命运的安排 在魏国 他一度实现了自己的军事理想 并建立着传奇般的魏武族 这些都直接影响了 诸侯列国的军事改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